这段时间与台海有关的大新闻很多 一、2024年1月13日台湾省领导人选举结束 民进党的赖萧佩获胜 二、当天美国国务院向台新领导人发表新闻声明表示祝贺 美、英、日等几个国家表示 你于台湾地区选举后派团赴台致贺 中国外交部对此都表示强烈不满 三、紧接着仅两天后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5日 脑鲁政府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关系 16日脑鲁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赞同脑鲁政府的决定 这是蔡英文在任期间与台湾断交的第十个国家 由此台湾邦交国还剩12个 进入个位数甚至最终清场指日可待 这个表明了什么 大陆不再听其言 观其行了 甚至根本就不给赖清德任何说话的机会 大陆想干什么干就完了 首先说下个人看法 我对赖清德能获胜感到特别的高兴 因为统一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更充分的具备了 我最怕国民党当选 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九二共识 事实上对统一无任何作为 同时对大陆来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国民党话可能说的很好听 大陆还得给很多会台政策 现在这些政策对大陆一点好处都没有 纯属单向让利 让台湾每年获得1000多亿美元的巨额顺差 事实上就是在帮助台独 反倒成了搞台独是正确的注脚 现在独性特别大的赖清德和肖美琴当选 应该说是最多人希望看到的结果 台湾有40.05%选民支持他们 每英日支持他们 大陆应该说90%以上的人都支持他们当选 剩下的10%不支持的只是还对国民党有一丝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以说两岸所有人都认同不独不统 只不过国民党的不独不统是既不闹独立也不搞统一 民进党的不独不统是不用公开说独立 事实上已经独立绝不统一 对大陆来说的不独不统是台湾不闹独立那就不好去统一 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来说 必须要有一个独性特别大的台湾省长来配合才有可能实现 有人说台湾现在支持统一的比例只有不到1%了 支持独立的比例越来越高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台湾很多民意测验中如果问独立会引发战争是否还会支持独立 相应的比例就会急剧缩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这就是说大量台湾民众并不认为民进党这么闹独立真的会引发战争 虽然美国近两年出台了很多新的涉台法案 但这次美国务院的官方表态可以使我们对美国的正式态度有一个比较清晰和全面的了解 美国务院的声明很短可以简单归纳为 2.反复强调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2.大陆不能武力统一 3.对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定性 上面第三点主要表现在声明中的一句话 我们期待与赖医生和台湾各方领导人一道 按照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 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进一步发展我们长期的非官方关系 这句话有几点需要解读一下 一个是赖医生的表达 Doctor在英文里有医生和博士两个含义 一般在成为政治领导人后会称先生 如果对方学历是博士 会表示尊敬会称Doctor但一般不会称其职业 例如某王姓软件架构师或李姓医生当了市长 课词中不会说祝贺王架构师或李大夫成功当选市长 赖清德是硕士学位专业是医生 这里用Doctor Lai来称赖清德有点耍赖皮 故意让人物认为赖清德是博士 你要说他错 他又可以说是指医生没有错 二是美国明确与台湾的关系是长期非官方的关系 三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解 是按照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 前两个我们一般都比较熟悉 而对六项保证一般人不大清楚 甚至在中国智库等研究人员中也极少提及 所谓六项保证 是1982年8月17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817公报前 由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杰明 向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口头提出的美方说明 具体内容包括 一美国不同意给结束对台军售设定期限 二美国并不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发挥调停作用 三美国不会试图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 四美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 五美国无计划寻求修改台湾关系法六 817公报的内容并不意味 驻美国同意在对台授五之前会征询北京意见 很明显中美关系本质是过渡性的 不要说这体现在美国针对台湾方面制定的法案等方面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本身就决定了双方的关系本质是过渡性的 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务院的声明表示强烈不满 首先你美国根本就不该用国务院这个级别的方式 去表达祝贺 你以这种级别说什么都不对 就算只说祝贺也不对 任何国家以国家级别对赖清德表示祝贺都不对 如果美国某个州长表达一下纯粹的祝贺 这个还可以容忍 再者虽然他说了与台湾是非官方关系 说了一个中国原则 但现在连三个联合公报本身我们都不太满意了 你还提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这些本来我们就不接受的东西 当然更不能接受了 很多人提出应该尽快统一台湾 我在与他们交流时提过一个问题 我们准备好统一台湾了吗 很多人认为当然准备好了 都准备那么久了 怎么没准备好 但是此处我想给出一个可能会让大家非常意外的结论 作为统一的准备 最重要的当然是军事准备 而大陆开发的武器装备中 几乎没有任何一件真正实用的武器装备 是专门为统一准备的或者说表面看起来为统一准备的武器 没有一件是实用的 也就是说大陆不仅是没有准备好 而且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专门在军事上进行真正的准备 这怎么回事 首先是很简单的道理 台湾统一最主要的障碍就是美国和美军 所有台独分子并不认为他们有军事上的能力抵挡统一的进程 而都是把希望寄托在美军身上 虽然我们一再说这是幻想 但如果是不能被彻底打破的幻想就是真实的 再者对台湾自身来说 可以依托的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海峡的天欠 二是指望通过巷战的巨大伤亡来下阻解放军 所以要想在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也就是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有能力在实战中彻底打败美军 并且让台独分子充分相信解放军能做到这一点 二突破台海天欠 三有效解决巷战 由此可见 首先必须得解决美军的问题 不仅是要在实际的统一战争中阻止美军介入 在西太平洋占据绝对优势 而且是要能在全球范围对美军具备压倒性军力优势 因为真正要解决的不仅是打败客观上或实战中的美军 而且是要彻底打消台独分子心目中对美军的幻想 因此仅仅在西太对美军具备压倒性优势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在全球范围形成 对美军可以单向屠杀的绝对压倒性军力优势 在做到这个之前 后面两个军事准备可能是意义严重受限的 要么不能真正实用 要么准备太早了 时间长了也会落后 现在中国军力上具备完全解决第一个问题已经近在眼前 从技术上说 中国海空军都已经具备对美军压倒性的单向屠杀优势 问题只是数量上还需要一定的积累 从而将这种优势变成全球性的 由此我们就可明白 为什么现在解放军要么根本就没有专门针对台湾研发有效的武器装备 要么表面上专门开发的武器装备都不太实用的根本原因所在 原来是近乎于把所有军费全用在研发实现解决第一个目标的武器装备上了 在过去这么做当然是有道理的 以下我们简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表面看似针对台湾研发的武器装备没有一个真正实用的 航母、大型导弹驱逐舰等 这些大型战舰的航程动辄都在上万公里 主要遂行远洋作战行动 对于最宽处区区不到410公里 最窄处仅130公里的台湾海峡 这类战舰当然不能说没有用处 但主要是用于台湾以东击败美军 或在东部登陆的辅助性行动 072坦克登陆舰 最初于1979年服役的老式舰艇 排水量太小 约3100吨 仅能运在一个中型坦克连和一个步兵连 071型船务登陆舰 对标的是美军的圣安东尼奥级船务运输舰 排水量2万吨级 可以运载三艘726型自研的野马气垫登陆艇 最多70辆ZTD05水陆两栖突击车 800名士兵 071船舱结构和运载的装备 726型野马气垫船 对标美军的LCAC气垫登陆艇 停放在071上的直8直升机 大阅兵中的ZTD05两栖突击战车方队 其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净水中可达46公里每小时 在海浪中也可超过23公里每小时 美军大量装备的同类型号 AV-7A1最高时速仅13公里 ZTD05真正对标的是美军新一代的EFV远征战车 它也是采用滑行版设计 水上航速与ZTD05差不多 但是美军新一代的EFV列装并不多 2,000人 弦号为3E的首艘075型海南舰 另外还有从乌克兰引进的野牛气垫船 野牛气垫船不能装载在以上其他大型两栖平台上 可直接在台海实现案倒案 速度也很高 可达50节以上 但是仅实际装备各位数 形成不了战斗力 以上装备表面看是适合于台海两栖作战的 但事实上除野牛气垫船外 其他全是美军装备的高房产物 基本不太多 问为什么 这也是以前我军装备发展的基本思路之一 但凡美军有的我们都要有 先拥有了再说 别问为什么 不仅美军有的我们全要有 美国吹的我们也要有 连好莱坞吹出来的牛 我们也还是先拥有了再说 不仅要有 而且在此基础上做得比美军更好 以上装备 美军对标物基本都是服务于在全球范围获得至海权优势的 当然也能用于台海统一战争中起些作用 但不仅不实用 而且消费比极低 尤其是各类大型两栖平台 为什么 自从二战诺曼底登陆 太平洋战场挖跳战术的海岛两栖登陆 以及朝鲜战争中的人川登陆之后 美军基本上就没再成功地进行过大规模的两栖登陆类型的战争了 二战时期的两栖登陆基本模式是 先通过大型军舰将人员和装备运送到距离敌岸几公里的位置 在后续的泛水编波阶段 简单地通过吊装设备放下冲锋舟 通过绳梯放下人员 然后通过冲锋舟将人员运送到岸上 在后续研发列装的美国级两栖平台 以及配套的LCAC、AV7A1和EFV等并没有实战的检验 这是因为美军在二战后越来越依靠制空权和导弹解决问题 海军同样是以飞机和导弹作为主战装备 在这个时代 当对手也拥有导弹 精确制导火箭炮 制导炮弹等武器之后 传统的以大型两栖平台运送人员和装备 通过泛水编波实现两栖登陆的模式 就越来越存在以下严重的问题 一、大型两栖平台的航速一般都比较慢 最快在22节 这样要跨越海峡的话 时间太长需要数个小时 这样敌方精确的按机精确活力 很有可能对大型两栖平台构成巨大威胁 最短程的按机反舰导弹 火箭炮和炮射精确弹药 都可对其构成有效杀伤 尤其在泛水编波阶段 大型两栖平台必须处于静止状态 此时危险性处于最高 在目前无人机、无人艇大量用于实战状态下 这种模式更容易受到敌方攻击 二、泛水编波阶段的安全要求 其距离仅可能短 而大型两栖平台的安全要求 放下人员和装备时的离岸距离应尽可能远 两者的安全性是相互矛盾的 难以平衡 三、冲摊装备的航速太低 很容易受到攻击 尤其两栖突击战车 即使最快的美军EFV和中国的ZTD-05 达到超过45公里每小时的航速 也还是太慢 尤其实战中存在波浪情况下 航速会低很多 很容易受到各种按机火力 甚至价廉量大的迫击炮 巡飞弹 无人机等轻型火力功底模式的打击 四、大型两栖平台运载量还是太小 而受到攻击后又损失太大 一艘4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 如果被一枚反舰导弹击中 即使不沉也可能受重伤退出战斗 这个不仅是人员和装备的直接损失太大 而且对整体士气的影响也太大 而其运载的能力又非常有限 仅为1-2000人的团集规模 从俄乌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看 一艘莫斯科号旗舰被击沉 对俄罗斯造成的整体士气和形象打击远超过几百辆战车和装备被击毁 五、因这种大型两栖平台成本较高 难以装备太多 数量有限 由此很难形成大的战斗能力 从2009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 美国级两栖攻击舰算上开工的在内仅有三艘 被它替代的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 总共也就建造了五艘 一次全部出动 也就运载1万名士兵 这种各位数级别的数量 一次运送万名级别的士兵 以两栖登陆方式进攻眼门胡赛武装都不一定够数 况且是大兵团级别的两栖作战 解放军海军陆续装备了32艘072系列坦克登陆舰 11艘073系列两栖登陆舰 即使全部出动 一次仅能运送不到5000名士兵 截至2020年 071装备了8艘 如果全部出动 一次仅能运送6400名士兵 另外 新建了三艘075 一次性的运送能力又是6000名士兵 因此 前面这些大中型两栖平台加起来 即使全部出动 一次只能运送不到2万人 而来回一趟台海海峡 得20个小时以上 即使整个两栖登陆过程完全顺利 第一攻击波次的2万士兵上岸后 要面对十倍余几的守敌支撑超过20个小时以上 才能等来第二攻击波次的另外2万名援军 即使未来075也装备到8艘以上 新增的一个攻击波次的运兵能力也就多1万人 一个攻击波次从2万人增加到3万人 这很难改变整个基本的格局 我们再来看破障的兵器 主要是解放军十多年前就已经列装的破障艇 可一次抛射18枚破障弹 用于破坏摊计格阻带的鬼条寨等永备防登陆障碍公式 这种破障艇说不能用它也算能用 但要说好用它又很勉强 为什么这么说呢 破障艇抛射破障弹的距离很短 也就十多米 如果水位处于上面照片中这种情况 破障艇还能把破障弹抛射到鬼条寨所处的位置 但是海水是会涨潮落潮的 只有当潮水涨到淹没鬼条寨时 破障艇才有可能开得过去 如果落潮了呢 左边第一排的鬼条寨还有可能被破障弹攻击 可后面这几排怎么办 如果潮水落到这种情况 破障艇就完全无用了 如果一定要等到涨潮到最高水位时才能破障 那整个跨海两栖作战的计划做起来就实在太麻烦了 当年金门战役就是没搞清楚朝位的问题 第一攻击波次上去的三个团的解放军船只 全线在海滩回不来 被国民党军炮火全部摧毁 后续增援部队上不去 最后导致全军覆没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现在还是严重受制于朝位 这怎么说的过去呢 解放军的军力现状可能会让大家很不好理解 打美军役易易如反掌 打台军难难如登天 决定战争胜负和实际战力的 可远远不只是武器装备和人员 地理环境条件会对战争各方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 真正难对付的当然不是台军 而是海峡的天谦 当年志愿军能打败美军 也是充分利用了山地的自然环境 如果真是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 志愿军也是打不过美军的 因此志愿军从来都是极力避开在平原上与美军交手 尽可能选择在对我方最有利的山地环境与美军较量 曾经有一年台军举行反登陆的汉光演习 其想定的场景是第一攻击拨上去的六千多解放军被三万台军围歼 解放军最终落败投降 这个演习的场景设计几乎是受到海峡两岸所有军迷一致嘲笑 但是台军是职业的军人 不要以为他们真的全是一点脑子都没有 这个想定的演习场景是以解放军装备的八艘071全部出动的一个攻击波次为蓝本设计的 它真的不是一点客观的依据都没有 当然解放军还有逆天的可以直接覆盖整个台岛的超远程火箭炮 这个当然是有很大价值的 但是一枚火箭炮的价格可以大致按每公里一万人民币来估算 150公里射程的火箭炮一枚的价格就是150万人民币 如果要用一万枚来进行火力压制需要150亿人民币打出去 说多嘛也负担得起 可是到底要打多少才能解决问题 这个可就不一定只是一万枚了 这个打起来还是稍有点心疼的 如果按上面分析那统一问题不是解决不了了 这个当然也不是 以上分析结论如下 首先充分证明我们真的在尽最大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 真的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 实际工作中是真的没有全心全力去按真的发生战争的方式再做准备 二是最大的障碍 美军的问题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 现在真的是该认真考虑解决台海问题的技术基础了 三是解决以上问题 对于现在大陆的科技经济产业实力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只是我们原来没认真考虑而已 以破账为例 用现在大陆多到中央军委都不一定搞得清楚的智能无人机去实施 有什么难度吗 给一百万个轨条债 每一个都预备两架几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的智能无人机 也不过区区几亿人民币 台湾的三道防线 水计格阻带 滩计格阻带和暗基格阻带 对于大陆来说全是小菜一碟 只是我们原来根本就没认真对待而已 至于打巷战有两个思路 一个是精准打击 例如采用自杀式无人机 狙击流 寻飞弹 另一个思路是简单粗暴 打什么巷战 开发出整体拆迁弹有难度吗 是消灭巷子容易 还是消灭巷子里的敌人容易 我看消灭巷子远远比消灭巷子里的敌人容易得多 但这样是不是太残暴了 误伤平民怎么办 如果解放军有整体拆迁弹 并且充分展示的话 台湾一闹台独 人全跑光了 真打起来怎么可能伤到平民 如果解放军有这样的能力 对面还有人敢打巷战吗 具体的武器装备 当然现在应当是机密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给出一些 统一时应当实现的各项目标 一 台湾从贸易顺差变为高额逆差 将其能够用于购买武器的美元储备 全部耗光 二 在全球范围内 具备对美军和整个北约 单向屠杀的能力 三 具备一小时至少20万以上 半天内100万以上 一天内300万以上士兵 跨海登岛的能力 四 全天后快速廉价的 智能无人机破障能力 五 城市整体拆迁弹 六 精准向战武器 只要实现了以上目标 再来谈和平统一 局面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 七 八 七 七 八 七